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 21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会议 通过20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通过了经各代表团差额预选产生的20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草案 决定将名单提交各代表团酝酿 据了解 从10月19号开始 各代表团对19届中央政治局提出并经大会主席团通过的20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进行了认真酝酿 代表们认为 这个名单是经过严密的组织程序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产生的 集中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党的执政骨干和优秀代表 整体素质优良、结构比较合理、分布比较均衡 群众基础比较好 是一个考虑比较周全的方案 10月20号下午和21号上午 大会举行各代表团全体会议 先后对中央委员、中央纪委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进行了预选 按照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 预选采用差额选举办法 差额比例均多于8% 整个预选工作在大会主席团的领导上